我们下一个节目是张徐和许阿龙相声会说话 看来怎么会说话 行行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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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说的都错 本来我想我们这可能是最好的节目 这一看这个 还是最好的 好 应该是 对 本人先介绍一下 这个 我姓张 这个 开张大笔张 然后是那个 旭 旭 旭日宗 旭日宗旭 老人骑着银子都爱图笔 旭日宗旭 看广阔的大地 旭日宗旭 不会 我怎么听着你们老人为了图笔笔笔 连你信都给砍了 什么意思 你们把章都给砍了 不是姓张 当然姓张了 那不是除吉利吗 除吉利 那就是500年前的姓张了 我姓徐 叫阿栋 没改 那把我哪儿认识 北京人 正经的北京人 你们老家住哪儿吗 哪儿啊 北京房山 周口店的 没改 原人 再者说 我听你这个 你说成交什么 徐 阿栋 阿栋 没法 阿栋 阿栋 听着看 不太对 这我说 阿栋 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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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啊 你平常打死那叫什么 阿栋 你这个全是 阿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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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话呢 这是 你以为我 你的名字叫什么 他叫什么 张旭 管纸上一落 工常张 九日旭 工常九日 这才日本人呢 对 你觉得 整个人一个 五十大 谁做 你看这 我们还没怎么着这枪弄上了 这是你别玩意子 别忘了干嘛 拿红包来的 谁给红包啊 这个今天这个赞助商 主办者 郭大哥 郭未经 吃饭的时候 给我交外面的 看不看 一会儿演出 上班去 家里的红包 我包得好多了 一人一个子 参加演出的 就去 开个玩笑啊 他点儿这么辛苦 给你们大家这么组织 我们给他送红包 应该的 知道吗 你看 看这下屎是一样命的 我们来呢 就是给大家喝玩笑 看一看 笑 说实在呢 我们也不是干的 你看看这穿着衣服 像 像 什么事 不是 还咱们穿 那我的专业呢 就是 我的专业就是那个 挖那个 谭苗 巨子 不是 谭苗 谭苗 那麽 那小鞋子 那小鞋子 是吧 是我的专业 那你们专业是什么 钓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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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 说实在的 我也不是姜牧坤 我也不是李章坤 你也不是李章坤 说 说到底了 我们也就跟着 郭德纲会上 是吧 整个郭德纲会上 我说的戴草 也就比郭德纲还强点 哈哈哈哈 你这水平啊 哈哈哈哈 这是这个 我们说这个 像是那个 叫会说话 会说话 对 说实在是 会说话 分几种 一个就是 哎 就是说 你也不是